感觉 走远了 差不多吧 应该是 沙皇三件套加一个实称杀人戒 应该是差不多 是闪现 唯一的奇迹就看出了 真看出了 我觉得要看就是 T1空 啊 看了吗? 看了吗? QA 就这个血量 Kanabi被QA这个血量 沙皇三件套QA就是这个血量 哇 伤心 他搞这么 哎 哎 啊 我靠 Kanabi 发带空大了 啊 发带空大了 哲哲二二三 哲哲二 路了 路了又死了 骨骂是1打2 你看了吗 骨骂是1打2 骨骂是1打3都有可能 这是1打3路的盾 对啊 发带空大了 没用啊 Kanabi也送了 那中亚家这装面还公大 这哪一倍啊 他刚才本来就没伤害 你知道吗 我本来Kanabi那部有第一次死的 第一次送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 我能理解Kanabi压力有点淡 因为他也知道他不C的话 赢不了 但是我觉得只有第一次能理解 你不能有第二次 不能有第三次 对 就是他第一步 我觉得他送的时候 是能接受的 能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确实他前面答得很好 但是你不可能是因为压力这么大 你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能继续送的 你得心态调整 这个是纯白给啊 这个打闪够了 回来啊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走过来 有伞线不交 走过来的意义是什么 交伞线跑也行 他走过来的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 装兵装头 结束了 你看这个困盘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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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虽然他把捆麦雙招打出来了 他把自己的大龙就送给别人了 也不是自己家的大龙吧 可能是地图上的大龙就送给别人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不送 正常打的话应该是大龙是京东 不能说京东百分之百能 但是那个不能不可能那样丢 丢了 那感觉主要还是下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练出新的东西呢 就别人感觉每一把都能选出新的东西 能掏出新的东西 但我怎么感觉京东和就是包括李宁 当时输给T1的时候也是嘛对吗 就每次老是选个以前的就是 你可能瑞士轮的阵容 来打八强四强的对手怎么赢啊 甚至还选 甚至选了那个LPL 下集才的阵容 杰斯加大树 LPL下集才的阵容了吗 别人是在进步的 在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在退步 出来打一波战成屎 除了微博 就那个得下那个那个什么男嘉 这个只有微博在进步 别的队伍多在退步 只有微博这段时间练出新的东西 啊 我想休息一下 这会是两把挺可惜 这会是两把很可惜 这会是两把很可惜 都是优势很大 对啊 如果那一把赢了上把赢了 上把就不好说了 2比2 对 而且看他每次都不会打那么激进 2 3 4 5 5 6 5 6 6